两万对战三十万 最后还斩杀敌军七万 如此强大的国家为何亡国 西白五十一年 唐朝安西独护府军队与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 中亚诸国联军在达罗斯相聚 从而导致了一场维系两个多月的战争 这场战争后世又被称为达罗斯之战 最终以阿拉伯帝国惨胜告终 这是阿拉伯与大唐几次边境冲突中 唯一依次打胜安西军 阿拉伯先二十万人 后增兵到三十万人 然而唐朝的远征军只有两万四千人 最终的战争结果是 阿拉伯方面伤亡七万 唐军伤亡一万五千人 公元753年 与阿拉伯战争中饱受摧残了唐朝 在短短两年的休养升息中逐渐恢复了国力 此时土藩图谋不轨 再次入侵唐朝 与西域唐军血战 不得不说 圣唐十七国家的恢复力十分惊人 在经过两年休整的西域唐军十分强盛 不但击退了土藩军 更是一路追击 高歌梦进 甚至打到了大伯律的贺萨老城 最终 应西域一族文风嗓荡 大唐的崛起近在眼前 可是 天不遂人怨 一场事件的发生将即将重回巅峰的唐朝打落深渊 它就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时期 大唐的江山是什么模样 从杜甫这一时期的作品中 我们就能领略到安史之乱 前后唐朝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动 一夕开源全圣日 小意游藏万家市 到米流之素米白 公司仓礼聚风时 九州道路无柴虎 远行不牢及日出 骑完如早车斑斑 南耕女丧不相诗 洛阳宫殿稍坟禁 松妙新出糊涂穴 伤心不忍问其咎 傅恐出从乱里说 小臣鲁洞无所能 朝廷济时蒙录制 周宣忠兴望我谎 洒血将汗身衰击 可以说 爆发安史之乱的原因有很多 目前 被史学界认同的主流说法 是李林府极度朝中其他贤能 为了妨碍其他有战功的将军 被提拔到朝中威胁自己的地位 所以 李林府在任用将领时选用了大量义主将军 使唐朝的军权大部分落入藩臣手中 但是 笔者觉得这种说法存在问题 唐朝自建国初期便实行辅兵制度 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既保障国家有充足的预备役 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国家的军费开支 至于这种制度的弱点也很明显 那就是朝廷要将大量田产划分给预备役 这些平时务农战时当兵的预备役又缺乏战斗力 唐朝建立支出人口稀少 所以 有充足的田产公寓被一耕种 但是 到了玄宗时期 唐朝人口成爆炸式增长 无法将大量田产划分给府兵耕种 熟知历史的朋友都清楚 我国的封建王朝 在建国初期 大多实行土地平均分配制 而王国的最大原因大抵都是土地兼并 作为统治者当然清楚土地兼并所带来的危机 但是 土地兼并是封建统治紊乱 所造成的必然趋势 仅凭统治阶层根本无法控制这一现象的发生 唐朝初期有着十分严厉的律法 约束土地兼并 但是 土豪相申诉来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将属于劳苦大众的土地收入囊中 田产被蚕食的贫苦百姓 该如何负担府兵的赋税呢 于是 只能远离家园逃离征税 形成恶性循环 唐朝并没有计划生育相关的法规出台 所以成指数增长的人口为国家土地带来极大的负担 子孙长大后自然会继承田产 随着家族不断开枝散叶子 孙所继承的土地越来越少 最后 分道的土地不论如何耿重 都无法养活自己 只能将土地卖给地主土豪 就算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 可是 务农根本不是汉老宝收的生计 遇到天灾人祸 一年的烧成富诸东流 农民自然没钱 为自己购买武器装备参加兵役 可国家却强制要求农民参军 除了逃亡别无他法 到了玄宗时期 土地兼并的情况愈演愈烈 甚至连护卫皇宫的亲军都无法招满 唐玄宗不得已之下 只能另行他法 以孤齐和长征奸儿这种方式招兵 但是 长此以往 以辅兵为主的关中地区逐渐空虚 而边疆地区的兵力则飞速增长 内外军事的不平衡已出现端倪 此时唐玄宗意气风发 希望继续开辟疆域 所以在全国设置的十大节度时 却未曾想过正式分封节度时 这项举措 使唐朝坠入深渊 安禄山就是在这一时期发迹 成为威胁唐朝的隐患 随着开元盛世日久 人心倦态 唐玄宗逐渐失去了当初的雄心壮志 加之杨贵妃入朝 唐玄宗逐渐沉沦为指之享乐的昏庸皇帝 安禄山抓住时机 为了加官进爵不惜任杨贵妃为姨母 从此 混迹在唐玄宗身边平不清云 唐玄宗在登基之初曾提倡全国结界 却在晚年变得灰金如土 甚至将全国一年的纳工全部交给李林府处理 又先后将军国大权拱手让给李林府 杨国忠掌控 李林府靠着游嘴滑舌 当了十九年的专权宰相 在此期间排出一击 断绝沿路 排斥中凉 一意孤行 杨国忠在借着杨贵妃上位后 得以继承李林府宰相之位 这位亲上任的宰相却一心畏裁 毫无治国之心 导致坚硬满朝 文武百官大多昏庸腐败之辈 安禄山掌控三禄大军 其中 精锐部队更是多达十五万 又因与杨国忠之间关系交物 唐玄宗对二人之间的仇气置之不理 安禄山一不作二不休 借着征讨杨国忠的名义举兵谋反 在这场长达八年的动荡中 将大唐这座充满以学的大地 摧枯拉朽般毁灭 虽然最终这场动乱被终结 但安史之乱已将大唐推向 万劫不复的深渊 再无缓和余地 参考资料 新唐书 安史之乱 杜甫 一息二手 本市以转诺 伍之乱 国忠之乱